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26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公务员 公务员这个群体 大家似乎熟悉 似乎又不熟悉 很神秘,实际上又不神秘 就在我们身边 这一年啊,考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被迫考工 考公务员了 当然也有人啊,是主动去考公务员 那现在呢,这个公务员到底相不相 现在公务员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 叫聘任制公务员到底相不相 今天晚上正好一篇文章 是中国新闻网的 它的标题叫 高薪的聘任制公务员到底相不相 我们啊,结合这篇文章 再来聊一聊中国的公务员 他这个文章这么说的啊 他说啊,最近的一段时间啊 说江西、浙江、重庆、甘肃等多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一些岗位年薪可达60万或80万元 受到广泛关注 如何看待高薪聘任制公务员 高薪聘任制公务员会不会成为主流 他说啊,仅五月份就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江西南昌、善饶、锦德镇、赣州、平乡、新渝 宜、宜春、殷堂以及重庆等多地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有些地方为首次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聘任制公务员并非新事务 它是怎么来的呢 说2007年上海如深圳率先试点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 其中提到聘任制公务员是指以合同形式聘任 依法履行公职 纳入国家行政编制 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工作人员 近年来国内多省份以试水公务员聘任制 我也不知道这个聘任制是什么意思 聘任制相对应的那又是什么制呢 科举是什么 考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公务员一个是考 大学一毕业你就考工进入体制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就是聘任制 社会公开招聘 不是考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他说啊 聘任制公务员以后会成为主流吗 中央党校教授竹力嘉对中新网记者表示 聘任制公务员是委任制公务员的一种补充形式 不会成为主流和普遍现象 凡尽必考 认识我国招录公务员的原则 聘任制公务员之所以最近会集中出现 同政府部门重点管理与服务工作 需要紧缺专业人才有很大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对中新网记者表示 不少涉及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的工作 往往专业性较强 是当前多数公务员所不具备的 需要引入外脑 所以聘任制公务员就成为理想选择 可以按需领选 不需要按照公务员考试的固定周期完成 毕竟原水解不了尽可 观察近期聘任制公务员岗位 可发现多集中于光伏新能源产业 航空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数字经济产业等专业领域 咱们姑且看媒体这么报道 专家这个说法 总之初心都是好的 我们再看啊 他说如何看待聘任制公务员的高薪 聘任制公务员专业性较强 门槛较高 薪资水平也相对较高 如浙江金华公开招聘15名聘任制公务员 均为高级主管 有的还要求有国家部委 或500强企业工作精力 税后指导年薪可达60万元 甚至80万元 再比如江西新于招聘对外合作局 理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发展4级高级主管 有主持引进相关产业投资 5亿元以上项目 至少一个等要求 税前年薪40到50万 在马亮看来 聘任制公务员的高薪 是不可或缺的 否则不足以形成 强有力的吸引力 吸引紧缺专业人才 比如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人才 往往首选高薪和工作氛围 自由的互联网大厂 如果政府部门 不能开出竞争力强的工资 就很难吸引人才 他认为可以推动专门人才序列 为政府部门解决紧迫性专业性问题 提供人才储备 这个党校的如丽佳 认为这种高薪情况很正常 一些专业技术人才 在原来岗位的薪资待遇 发展前景可能就较好 很多还在管理层工作 要增加吸引力 薪酬方面需要与市场有一定的接轨 不过他也认为 聘任制公务员薪酬不一意过高 需结合本单位其他公务员工资水平 进行一定调整 若与其他人相差太大 可能会造成矛盾 主帝家建议在薪酬之外 可以提高聘任制公务员的工作环境 职业发展预期等以增加吸引力 这文章最后说 聘任制公务员并非都是相博 作为健全用人机制的一种方式 聘任制公务员4.11年以来 各地在不断探索 据媒体报道 截至2022年底 四川全省再聘的聘任制公务员打48名 全省聘任制公务员再聘人数超过全国总数三分之一 入人单位普遍反映 聘任制公务员发挥作用超过预期 在公务员队伍激活了一池春水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透露 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按照规章制度和程序招来的人 表面条件都符合 但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预想的标准 而且还没有合适的退出机制 聘任制公务员似乎也并非都是相伯伯 今年3月宁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聘任制公务员11个职位中 有9个因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 而取消公开招聘 有网友指出或如招聘门槛过高有关 比如聘任制公务员 还有人提出顾虑 如晋升空间 考核机制 招聘公聘性等 在逐渐逐利家看来 招不满很正常 聘任制公务员招聘没有统一标准 一般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布需求 如果地方政府确有需求 后续应会对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他提醒 如普通岗位相比 聘任制公务员 认识国家公务员 在招聘过程中应更严格 要求更高 不能光关注高薪 移民者还要由公务员应具备 尽责任意识和敬业奉献精神 这个就是中国新闻网 他今天一篇报道 叫高薪的聘任制公务员到底香不香 这个很多媒体在转发上了热搜 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 我们又似曾相识 初衷是好的 但是效果达不到预期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 在目前经济环境下 外企民营企业收入待遇在下降 而且也不稳定 有今天没明天 所以凸显出 公务员这个职业既稳定 收入也还不错 虽然现在发不出工资 但是再发不出工资 它也比民营企业要强 因为民营企业 一发不出工资 它就真发不出了 它就真的会裁员 或者真的会倒闭 让你走人 什么保障都没有 但是公务员 即便三月不发工资 半年不发工资 只要他能扛得下去 他都不在乎 反正国家不能欠他的 只要他能眼下能活得下去 现金流够 他就不担心 这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公务员越来越吃香 大家打破脑袋 往公务员队伍里扎 这就是导致很多人一毕业就考工 很多人找工作找不到 考工 我记得啊 在二十年前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公务员这些说法 叫体制内 那时候体制内并不吃香 因为你在体制内意味着你代入差 工资低 尤其年轻人 发的工资 差不多干够糊口 这个绝不夸张 这个公务员的代入也是这十几年 一步一步提上来 跟我一起毕业的很多同学 进了体制 都是干了三年五年 干不下来了 都想着辞职 确实熬不下去 但是也有人熬下去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代入差 那个时候你民营企业的工资都挺高的 尤其是外企 工资高 待遇好 而且人家是严格按照你的劳动法来 只会超过你的劳动法标准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下海嘛 机关单位的这些干部职工 纷纷停薪留职 有的干脆就辞职了 拜拜 出去下海了 刚才说了啊 因为现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 完全颠倒过来了 大家都要进体制 要追求稳定 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大家才会把目光盯向公务员 所以你在公务员招聘这块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大家就会关注 因为大家从来不关注 说华为 说腾讯 他招人条件发生变化了 谁管呢 没人关系 说阿里巴巴 说京东 现在招人 需要什么样的人 没人管他 也不会有人去讨论 因为大家见怪不怪了 觉得很正常 华为啊 招个总监 给300万一年 给呗 没有人批评呢 你给得起 京东招个总监 给50万 也没人批评 说他给少了 也没有 你要先少 你那去华为呗 去阿里 你看 这个民营企业 你随便怎么着 没人打理 就没人去批评他 也没人关注 为什么关注公务员呢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你现在搞个什么 聘任制公务员 大家就来关注 到底搞啥 这是第二个原因 我认为 我们的政府啊 架构越来越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管得太多 管得太细 这个公务员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 就有点像文官体制 文官系统 像美国 他差不多也是类似于公务员 也是这种文官体制 什么叫文官体制啊 他不一定很专业 他就是懂流程 他就是懂普通的业务 他不一定是专业的 专业的事情 反而交给市场去做 政府只是 真的叫服务嘛 人家只抠那些 条条框框 那些规章制度 就完了 我们的政府 你看看 都开始已经招着 理店人才 你到底是政府 还是科研机构 还是工厂 还是企业 我就搞糊涂了 你一个政府的处长 为什么要懂理店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 换住说法 懂理店的人 他不一定管得好 这个新能源产业 你为什么政府 要招会写代码的 招码农干什么 你代码工作 完全可以外包给华为干了 你别的人信不过 你让华为干嘛 再信不过 让360干 招标嘛 这专业的事情 有专业的民间机构去干 民间企业 民企 外企你信不过 那你让民企干 你为什么要招 别的代码的程序员呢 你要招这个专业人士 那你提供的工资 肯定也不够 所以你看 他搞了60万年薪 80万年薪 就出来了 就招这些人质公务员 想法也是好的 你看我招一个会写代码的 那搞AI呗 人工智能 找个懂的 你又不是科学院 找懂的干啥 完了你要招这样人才 你叫高薪啊 成聘啊 你80万一年都拼不来 这个顶尖人才 你800万 8千万一年差不多 你国家掏得起这钱吗 有这个必要吗 你招来的也是 这个在AI里面 也是略懂嘛 你给80万你招来 可不就是略懂嘛 稍微懂一点 所以我觉得 它用人方向出错误了 因为政府管得太广 太宽 各个方面都需要专业人才 你专业人才 你跟社会上竞争 你提供的代余 肯定比不过人社会 人社会上还给股权呢 好 人招不来 但是代余上去了 这个变成什么呢 这个就变成 为自己照顾七大姑八大姨 大开方便之门 你看孩子 对吧 他的七大姑八大姨 给他孩子在华为干到40岁了 钱也装够了 这时候可以进入什么 聘任制 把他招到体制内来 搞个出展 40岁了搞个出展 没毛病啊 当公务员 钱也装够了 在这儿当公务员 年轻80万 也不少啊 这个叫怎么回事呢 这个公平吗 这个是为谁开方便之门 反正不是给韭菜开的 所以我是反对啊 在这些监督机制 还不够的情况下 还不够公开透明 这种情况下 不要到处开口子 你开的那一口子 都是为特权阶层 为有权力的人开的 根本就不是为韭菜 根本也体现不了公平 你看想法是好的 搞拼任制公务员 结果要么就是没用 就是你要严格去招 招不上来 没人愿意来 好 你要是把它扩大 推广 那就变成 招七大姑八大姨 替他们安排孩子的 这来养老呗多好啊 前半生在大厂 到了四十多 零退休了 再到体制内 所以我认为啊 首先一个 我就用人方向就有错误 政府就没有必要去搞 高精尖人才去做公务员 那些专业人才 如果这种AI专业的这些人 他愿意做公务员 他愿意清贫 他愿意一个月就拿一万块钱 那是他的事 他可以去考 通过考去做公务员 这是他的权利和自由 你政府没有必要主动去招这种 AI专业的 对吧 或者AI这行业的高精尖人才 你把它招来不也是浪费了吗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现在体制内稳定 这个收入还不错 如果是聘人制 那就是既稳定 还高薪 这不就是鱼和熊掌 他要兼得吗 体制内是稳定 但是他工资不高 完了之后他有社会地位 他是当官的 你作为科学家 你作为特殊人才 你愿意去当这官 那你就得享受这工资低 你就不能说我既要工资高 往来我还去当官 往来我还要当公务员 这个既要又要 鱼和熊掌他要兜得 这个是不行的 美国的财长 那些财长 他去当财政部长之前 一般的都在华尔街 什么大摩的总裁 或者高盛的总裁 年薪都是多少亿美金的 工资加提成啊 但是等他到 你喜欢当美国财政部部长 是吧 那你去当啊 这个拜登当了总装之后 他任命你当财政部长 你还能拿一个亿年薪吗 你既要当过这个官营 你又想拿高薪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拿财政部长 那个年薪好像几十万吧 美元 就是一个中产的工资 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你说咱们这个 叫聘任制公务员 那意思就是 你既保留高盛 CEO的这个工资待遇 你又去当国防部长 当这个财政部长 哪有这好事啊 怎么能这么干呢 这不就是又制造不公平吗 这不就是为这些 有权的人开绿灯吗 开口子吗 总之啊 这个政策 我认为是搞歪了 虽然专家说啊 说这个说那个 有道理 初衷是好的 有必要性 我觉得都是牵强附会 本来这个公务员 就是个特殊纯体 咱们这个 真正的公务员啊 编制内的 有吃财政饭的 其实不多 很多人恐怕以为很多吧 真正的公务员啊 吃财政饭的 只有八百万 还不到 现在说 一百七这个老百姓 只有一个公务员 而且这八百万公务员 这里面绝大部分 就是 咱没统计过啊 这是百分之八十 一辈子 他都没有什么权利 就恐怕里面 副科级 或者退休的时候 就是科级 或者副处级退休 这个你可以咨询自己 问一问 退休的时候 搞个副处级 那就算不错了 新闻书记才处级 这八百万公务员里面 公监法占四分之一 就是两百万 依次啊 是税务 海关 各种市场监管局 当然呢 这个公务员统计口径不一样 咱们虽然公务员只有八百万 但是吃财政饭的 那恐怕是八千万吧 都不止 就所谓的编制之外 编外人员 美国的公务员是多少 美国人口只有三亿多 它的公务员是两千三百万 你看 比咱们这个公务员比例大多了 但是人家公务员里面包含老师 就说他没有编外人员 人家是整个的都叫公务员 或者编外人员非常少 可以忽略不计 咱们这个公务员 如果加上编外人员 你就知道这比例有多大 所以说啊 要降低这种不公平 就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这种就业 相对透明 公务员这块是要改革的 无论编制内还是编制外 要让他们和社会上的这些职业岗位 差不多 差不多主要差在哪 实际上咱们灰色的不要假 什么权力腐败 咱们说正向的 公务员和普通职工 差在哪 差在退休上面 我记得我们做过一期节目 公务员退休 为什么他的退休性高啊 我这时候说的公务员啊 你可能还要包括老师啊 什么事业编啊 等等啊 这个存体其实挺大的 刚才说的八百万 那是纯公务员 咱们还有什么事业编 把这都算上 这些人跟普通的企业职工相比 他就是退休待遇好 退休金高 还有央企 国企的这些职工 他们跟民企 跟社会上这些叫城镇居民 相比较的话 他们也是待遇好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 无论是国企央企 还是公务员 还是事业编 他们的所有的社保 养老 医疗 还有个人养老金 还有单位买的这些 什么保险等等 都是可钉可锚的 买上限 因为这反正国家出钱 国家的预算 而民营企业 或者是商人公司 或者是社会上这些岗位 基本上啊 咱们不能说全部 基本上都是走下限 交医疗 交社保 走最低工资 当地的 这个是主流吧 你别看很多销售啊 年薪几十万的 一个月五六万工资啊 但他基本工资 他所有的无限一金 都是按三千去交 不是跟着他的 年薪五十万去交 这个我想大家都了解 什么个人养老金 对不起没有 反正国家没要求 所以你看啊 一边反正是花国家的钱 可丁可锚的交 往高处交 去擦占线 一边呢 是尽量走底线 能不交就不交 能少交就少交 最后一退休 你看看 胡怡静老师 那退休金是两万 你其他的企业退休的 对不起只有五千 这关是退休金啊 其他的医疗呢 这些体制内的公务员 或者是事业单位的 他医疗根本也不一样 根据个人的级别啊 享受的医疗条件也不一样 等等啊 就是因为这些导致的差距 如何缩小这个差距呢 你总不能说 把公务员的给它降下来 这个不太好 降你动人家的利益 这个会受到抵触啊 那你最好的办法 就把这些 基金低的 保障低的 想办法给它提高 逐步缩小这种差距 公务员和这个 事业边的这些人差距 和社会岗位的差距 如果越来越小 那大家也不会 对这个公务员 趋之若鹜啊 都去打破脑袋去抢 这个时候 你公务员你搞改革 你说你要搞批认 搞什么 无所谓嘛 大家都一样 都是找本工作而已 待遇都差不多 你喜欢去那 政府大楼上班 你就去嘛 你不喜欢 你就去企业上班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公务员的 待遇上去了 它也降不下来 即便它工资发不出来 签五个工资发不出来 但是它的社保 医疗那些东西 政府都会给它交的 都是按上线交 所以现在啊 我觉得改革 就想办法 把这一块 把它怎么样 找平衡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韭菜就不会关注 公务员 什么体制内 什么编制 随便 等到经济好了 民间的这些 待遇上去了 反而 这些公务员 体制内的 它还要出来 就像20年前一样 它不愿意在这个 公务员的队伍干 因为收入低啊 完了退休也差不多 那我为什么不去外面 挣更多的钱呢 大家还记得 上个世纪90年代 还有这个世纪初 轰轰烈烈的 激光干部下海 离开体制 出去打工 这个不是没发生过啊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实际上就是要 打破公务员的特权 让它变成一个 跟外企 跟民营企业 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岗位而已 上班也挺累 退休了 大家差不多 这样就更公平 如果你再透明一点 那社会上怨气就少 就不会有那么的 削尖脑袋 一毕业去考公务员 实际上这个是人才浪费啊 这整个社会的浪费 很多大医生一毕业之后 考公务员 考两年考三年 这两年就休息啊 考试啊 其实考上啥也不是 干完了几年 说不定他也不想干了 得不到晋升啊 这个工资 也就那么回事 退休还早着呢 顾不上 所以很多人在那个公务员队伍里面 也是如同嚼辣啊 不是滋味 最后我再说一说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一毕业 确实找不到工作 他就一门心思的去考公务员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现在肉眼可见呢 公务员这日子是越来越难 就我刚才说的 公务员和这个普通的岗位 差距越来越小 这是大趋势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体制内的好处啊 恐怕越来越少了 但是体制内的不利的弊端 这个是不会少的 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等到你进公务员队伍的时候 恐怕一吃肉 你没看上 贼干 贼挨打呀 你赶上了 恐怕未来啊 就这两年体制的人 今日考公务员的人 都会感觉到 一个收入待遇不好 甚至工资发不出来 另外一个 升迁无望 压抑 想走舍不得 不知道去哪 留 又留不住 所以现在你考上公务员 绝对不等于上案 不等于解脱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